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iPhone 14 那么第三季就要登场了 但最近有时传出一些消息 说哎呦 苹果的订单真的不好吃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 人宝说要放弃这个苹果 这个Apple Watch跟iPad订单 但后来呢又看到 他们的这个副董事长 陈瑞聪有讲说 没有 没有这回事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他们不会单独的评论 一家这个公司的一个状态 但我们还是不懂 就是说到底现在的一个供应链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转变呢 那另外呢 我们刚有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也就是我们的外销订单呢 有黑翻红了 那关键点就在于说 中国的一个防疫政策 那么之前是要清零 那又封城 到搞大家很紧张 那么现在呢 是不是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 那也是未来供应链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好 怎么样来看 这些供应链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啊 就是要连线的是 DigiTimes研究经理 林俊吉 请问经理你在线上吗 我在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iPhone 14要来了 那iPhone 14这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大致上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聊一聊 14就比较 外观会比较跟大家不一样 就是跟前几代不一样 就是它的Pro版 它的Pro版会 会有两款 一款是Pro 一款是Pro Max 对 暂定是这个名字 然后它那个 就已经好几年的刘海 这外形上最大不一样 这个刘海会不见 就会类似 倒下来的惊叹号 倒下来的惊叹号 就是刘海不见 但是那个荧幕要挖孔 那是挖两个 一个类似于我们 我们一般的吃药的胶囊的形状 另外一个是圆形的 两个放在一起 就是倒下来的惊叹号 对啦 惊叹号放横的 就倒下来 倒下来倒下来 懂了懂了 对对对 那一个胶囊的那个地方 就是胶囊状的那个孔 是放SID的一些零组件 然后那个圆圈 就是放我们一般的照相机 就前置的照相机 大概Pro跟Pro Max版 会有这个外形上最大的变化 那如果是非Pro版的 它还是维持是刘海 对 外形上最大的变化是这样 外形上的变化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另外就是 有一些人会关心颜色嘛 那我们现在收到的讯息是 不管是Pro是非Pro版 就是一般的比较便宜的版本 它都会有紫色 新的紫色 哦又紫色 它每次的色 说实在的 我都觉得很特别 然后年轻人都会说 那就是贵的颜色 跟便宜的颜色 对不对 所以它那个不同的色系 其实价格也会不太一样的 不会啦 它色系价格是一样 只是说会有强不强 所以说这个颜色 如果可以让大家觉得 跟前一代不焉 就比较人想要去买 所以就会可能 比较容易缺货的版本 但是其实 它不会用价格去分价格 不会用颜色去分价格 是吗 可是以前像我买海洋蓝 我都会觉得 哦那它就很漂亮 另外也有一款 它也是蓝啊 那个是因为 它本来就是比较便宜的 那个款式的蓝 那海洋蓝就是 看起来颜色比较好看 就高贵蓝 但你本来就是要买 那一个比较 属于Pro版的层级 它才会有那个 一样是蓝色 但是会分 它蓝色会长得不一样 就紫色也会 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不是因为 颜色的分别 它是因为 它本来就是比较高阶的款式 它用一个让你觉得 比较好看的颜色 哦 一样是蓝色 或者是一样是 是紫色 但是还是会有分别的 哦 就高贵 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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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贵纸的嘛 对是不是 Pro版的就是高贵纸 然后 非Pro版的就是一般纸 所以它有几个改进的一个重点 刚讲说躺下来的惊叹 还有呢 它的Face ID啊 或什么都一样吗 那Face ID还是一样 只是说它Pro版就是把它弄到那个荧幕下面 但是它还是打孔了 对 然后那个非Pro版的 它就是那个还是所谓的刘海 那另外跟去年 或是跟13的这一代比较不一样的是 13只有三款 那14目前看起来是会有四个款式 就是Pro有两个 ProPro Pro Max 分别是6.1跟6.7 接近6.7啦 那个荧幕的规格 就是6.6 6.8多或6 但是我们一般都讲6.7 然后呢 非Pro的 那个荧幕的尺寸也是 它也是6.1跟6.7 然后我们 13这一代还有mini的这个版本 这个尺寸就不见了 所以会有四款 哦 哦 那功能上面 它相机的功能还会再提升吗 因为对有很多使用者来讲的话 都会看到它相机的功能 相机的功能 都会提升 只是说 如果以画素来讲 一样是Pro版的 才会有一个48万 不是48万 4800万画素的那个广角镜 那如果是一般版的 不是Pro版的 那两款 它就维持一样是两个镜头 然后当然照相的品质会变得更好 有的是用软体 有的是用硬体的一些调整 但实际上 它的画素的没有没有增加 它一样是维持一千两百万画素 哦 对 我觉得 就两个镜头是一千两百万画素 我觉得那个苹果的那个相机已经非常可怕了 你知道吗 那个我的鱼尾纹都会被拍出来了 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苹果的照相 除非你靠第三方的滤镜 你用它预设的 我没有用它滤镜 对对对 没有用第三方的 用它预设的功能 它就是比较偏真实 那如果你喜欢 不希望你的鱼尾纹 或者是什么 用靠第三方的拍摄软体的滤镜 或者是买其他家的手机 你会发现 其实怎么拍起来 因为他们其他家的通常就美肌模式是预设的 苹果预设是没有美肌模式 所以什么皱纹小斑点都会出来 它比较讲求真实 哦 对对对 所以我拍的照片就是那么的真哦 可是如果你想要稍微美肌一下 你可以靠第三方的滤镜 它就是会 一样会有美肌效果 它就让你自己去选择 但是其他家的变成说 你想要拍真实都不会有 因为他们预设几乎都是开美肌模式 哦 是这样啊 对对对 比我在调 那些其实是软体 跟硬体比较没关系 但是软体到底要不要用AI帮你修一下 哦天哪 你这真的解决了 就解答了我们左女生的一个问题了 那除了我们对于这个iPhone14的一个改变之外 我们待会来聊聊供应链的问题 有些人说不做了不好转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待会讨论 好 我们持续要跟我们DigiTimes的专业 这个研究人员 我们的经理林俊吉 好好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苹果的供应链的状况了 我们之前是有看到新闻说 苹果的订单其实不好吃 然后仁宝说要退出这个供应链 但后来呢 仁宝和副董事长陈瑞聪又讲说 我完全没这回事了 那我们就不懂了 就是这个供应链真的不好吃吗 其实过去几年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家都说退出来 因为不好赚 那赚的钱很少 那万一有出事的时候 都是代工的问题 那你怎么看待供应链这个问题呢 这个供应链原导应该是没有 就是可能会特略性的 或者是说跟客户协调的结果 可能有一些东西会做的比较少 但是不会完全退出来 因为苹果占单 营收的比重很大 大家其实也其实可以看 比如说之前那个课程 他有把那个 他的机壳的 做iPhone的部分 的机壳的 这一个产品线 的工厂 卖给了那个 中国的厂商 他还是保留了 帮苹果出 那个Notebook 就MacBook的那个机壳的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推出 苹果的生意 他是选择性的 就是iPhone的那一部分 卖出去 然后把现金拿回来 然后那个 那个所谓的Notebook 这边的生意他还是维持着 目前是这样 就是说大家当然还是会看 就是说有些 会去做一些调整 就是台厂或者是 现在的跟台厂反过来 就是中国的这些 主工厂或者是零主店的供应商 他们的确就是会 比较没有人在意那么 那么在意获利 因为他们可能之前都没有做 有一些啦 有些可能自己那么多 所以他第一步就想要切进去 说苹果给他们什么 他们不做 那有一些是他想要扩大 比如就像力讯 他做了 他以前是只做工零主件 那从AirPods 还有Apple Watch之后 就变成是组装厂 所以他现在就是又跨到iPhone 所以这个是 大家策略性的不一样 如果说纯粹就苹果 工业来看 那如果说台厂像广大 因为他想把 他更多的资源投到其他 他觉得那个利润比较好的 不是说苹果的生意没有利润 可能相比之下利润 有些生意可能利润不一样 那广大就是完全退出Apple Watch的 的组装 他就说跟苹果 谈讨到了某一年以后 他就渐渐的把这个交出去 那Apple Watch他都不做 但是广大依然是苹果最大的 MacBook的组装厂 大家没有说完全把苹果的单不要 但是会选择性 因为台厂必定在这个电子行业的上下 不管是组装或者零件 有人做很久 然后做苹果做很多年 然后最近几年台厂都会去拓展 苹果以外的生意 甚至说拓展消费性电子以外的生意 因为消费性电子已经做到了一个 算是走到了顶 而且又来自于中国的厂商的竞争 那另外是有一些新的领域 更值得投入 就是现在的那个 那更值得投入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说 有些领域是中期的业者 比较难踩进去的 那比较难踩进去 有时候是因为客户的顾虑 就是因为可能客户的顾虑 另外一个就是生产巨连的关系 那客户的顾虑 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初期台厂还是比较受信 比如说像那个电动车 像电动车像特斯拉 他会要求业者要到 就是他的合作业者 他本来都是在 一样都在亚洲区区 他现在是要求说 你要到美洲区的厂 当然第一 最好就是在美国 可是美国人工比较高 所以大家都会 推额求其实评估之后 本来说要在德州做 没关系德州离墨西哥很近 那就退到墨西哥 所以你看合作跟鸿海 都为了电动车的客户 其实有扩大到北美去投资 大概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苹果订单 当然就是科技界都想要吃的 可是你刚刚提到几个重点 就是说有一些 是因为台湾的供应链 说我减少了 那我要去做别的 那减少的部分立刻就有 我们讲大陆的红色供应链 就要抢进来吃了 对不对 那这个抢进来吃的话 会不会也会威胁到 我们的一个抢单效应 这个就是另外跟据点有关 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大陆 你的生产据点 那些中系的业者 他们一定是主厂 不管是当地的政府 或者很多的林林总统的事情 对他们都相对有利 但是出了中国大陆就不一样 那现在大家知道说 现在中国大陆世界工厂 因为它实在承接太多的订单 然后大家觉得说 鸡蛋放在篮子里面风险很高 特别是最近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选择封城 而且是很严格的管制 所以导致供应链又断了 然后就大家都 而且它就是 你问它什么时候可以干嘛 它都讲的 就是让一般觉得说 它这边的稳定度不是很好 就是说你政府会突然说 要叫我们不能干嘛 不能干嘛 比如说物流管制 人流管制 然后就是供应链就断掉了 所以会造成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厂商 希望就是它的供应商 就是比如说美洲 欧洲的客户 现在都有 越来越多传出 希望说有百部分的供应链 移到中国以外 那移到中国以外 对台厂就有一个好处 至少跟这些中系业者 立足检就比较平衡 甚至有的地方是 有利于台厂 不利于中系的业者 比如说运足好了 对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 会移到哪里去 可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了一些资讯 我们都有在怀疑说 这个Apple是不是要刻意的 扶植这些大陆的 大陆的这些企业 对不对 的确就是有 就是比如说 例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 应该说 当然这个事情也被揭露了 就是Tim Cook他上任CEO 他不是有一阵子 很密集的去中国访问吗 当然这是疫情前 疫情前 他当初有承诺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他们会把更多的那个 中国大陆的厂商 纳进他的供应链里面 他的确在这几年 慢慢的实现他的承诺 对这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是说 有一些东西就是要 从中国大陆移出来 供应链 就算苹果自己也一样 特别是这一次的风筝 让苹果受伤也很重 因为苹果很多东西就在大上海附近 所谓的华中或者是讲 一般讲的长江三流州 这个区域 不管他人都不可 或者是他的手机 这边都有很大比重的组装 或者零组件的供应 所以他变成是受冲击 最重的厂商 对他来讲 他会觉得说 这样风险太高了 就算我要把很多东西给陆系业者 我希望说陆系的业者 他们有一部分的工厂 在中国大陆以外 因为我们现在当然有看到台湾 其实有一些平概股的概念股 郁金光 瑞宜 鸿海 星星 仁宝 可城 稳茂这些 这大家都是以空应链为主 那他们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移转 就是说我不能够只压在苹果上面 可是如果苹果不做 其实我营收就少了一大块 这也是一个事实 我不好赚 对不对 我不好赚是一个事实 但我营收少掉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认为他短暂不会少这么多 就是短暂的状况下 大家会有一些苹果的订单 每一家策略性不一样 就是有些苹果的订单 他们会做的比较少 但是他会做新的东西 像台湾现在很多做智慧医疗 或者我刚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泄入的领域 就是他会涨新的东西 才会去放弃旧的 都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 一样是做苹果的东西 现在台厂会比较偏向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扩产能 这也是苹果的 对台厂的期许 而且就是 我们后面可能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地方 那为什么 去的大部分是 去那个地方大部分是台厂 而不是其他中系的业者 好啊 我们待会就来聊聊这些地方 我知道有越南 那还有其他的地方 那经理我们待会要先休息一下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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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两点也 还可以谈吗 当然咯 两点听运分 理财更加分啊 好 这里是阿拉Radio 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了 我们今天空中连线 是我们DigiTimes的专业研究经理 林俊吉 我们跟大家从第三季 iPhone14要来 再谈到苹果供应链的一个问题 刚刚点到一个重点 就在于说 大概超过九成的代工 那么苹果的代工 都是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那时候 因为封城 清零的政策 那当然对供应链 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经理 跟大家来聊一聊 第一个我们当然也发现到说 苹果有扶植大陆的企业 在接一些这个供应链的订单 第二个 其实呢 这一次封城之后 也让苹果警觉到了 说哎呦 我是不是 也要到其他地方 去来这个扩厂了 那他们会去哪些地方 那台厂有没有优势 这边是不是帮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就是 除了我们刚刚已经讲说 红色光链 就是侵入苹果 这其实已经讲好几年了 就一直每年都在讲 但最新的就是这一两年 除了川普的时代 开启了美中贸易战之外 那时候是有一些 用关税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产品 在电影产品那边有一些 比如说是像伺服器跟网通 你只要是要卖到美国去的 那些东西的组装 或者是生产 其实都已经 那一部分 不是说全部的网通 只要出到美国去的 都是在中国以外生产 有一些是回到台湾 那有一些是在东南亚 大部分是这样子 所以那是已经是前一波 就是因为贸易战关税 那可是呢 这一次因为封城的关系 现在又开始 又开始那个 所谓的那个OOC 就是Outside of China 就大家简称OOC 就变成 这次的封城 实在让很多的客户 就除了美国以外的客户 或者是说你是美国客户 但是你的产品 没有在关税名单里面 所以你也没有准备 所谓的OOC的产能 都已经在喊说 为什么都没有 就是客户自己在检讨 所以客户检讨之后 就会跟台湾这些供应链厂商 这些组装厂 去讨论说 你要去哪里设OOC 包含苹果 但不是说 这一次最后才有做 只是说这一次 让这些可能犹豫不决 或者是说 原来没有那么大力道的 移出产能 从中国移出来的客户 现在都加大的意愿 甚至是说 那你速度快一点 或者说原来没有做的 现在想要做 主要会可以看出 越南是一个很大的据点 越南有台厂 也有中国的厂商 因为越南跟中国的关系 并没有不好 近几年并没有不好 所以很多中系的业者 比如说你如果是接 苹果单子的 比如说利讯 比如说比亚迪 他们有的接 Apple Watch 或者AirPods 或者是iPad 他们其实 中国有的第二个分产据点 他们会设在越南 很多都已经发生了 台厂当然也有 台厂也有 有去越南 台厂比如说 做一些弄不可的 比如说人保 或者是微创 其实在越南都有设 只是说他们目前 那边的产能 他们还是看需求 因为no book并没有被放在 川普的那些 磕碎的名单里面 所以有一些客户 他说那你先预备 而且你就生产量少一点 只是维持说 万一一旦有事情 我可以这边很快速的 把产能建起来 就是过去的考量是这样子 然后这一波因为 我们刚刚讲 因为封城关系 大家觉得说 其实风险非常的大 就算没有关税站 但是中国政府本身 自己的一些管理措施 就会让很多的供应链断掉 然后该出货的没办法出货 所以现在就变成 这个OOC变成鲜血 那另外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 因为在东南亚除了越南之外 另外就是泰国跟印尼也都有 那离东南亚 再远一点 就是所谓的印度 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像苹果的iPhone 它在印度 台湾的主要的三个组装厂 鸿海 合作跟 伟创 伟创已经去很多年了 那鸿海去年也开始量产iPhone 在印度当地 那合作是今年 所以等于是到今年年底 开始就会有 台湾的主要的三家 苹果的iPhone的组装厂 在印度都会开始量产iPhone 所以印度 未来几年就会很快速的 承担更多的iPhone的生产 那我们刚刚有讲 就是说越南跟 这个中气厂商去越南 那越南政府并没有特别排斥他们 但是印度就不一样 印度其实 印度的政府 因为跟中国的政府之间 其实他们在有一些边界上面的纠纷 对 所以两国的关系不是很好 然后就会反映在对待厂商的态度上面 所以其实中系的一些品牌的手机业者 比如说小米 比如说Oppo Vivo 他们其实很早也都已经去印度设厂 有的是他自己设的 有的是他请他的代工厂去那边设厂线 但是因为种种的 就是印度政府其实会刻意刁难中系厂商来源 说实在的 有这个状况 有时候是在你的货物进口的时候 甚至是在金流的时候 会查你差的特别严 比如说人家可能是一个礼拜放行 正常程序 我都打个比方 可是中系厄者有时候会遇到说 我东西卡在海关一个月都还进不去 所以有一些比如说中系的手机品牌业者 他们就退而绝对说 这样不行 我虽然移到中国以外 但我都通通放在印度 反而被印度政府丢了 所以他们又开始要求他的代工厂去越南 所以就变成他们是从印度再分担一点到越南 我讲的是中系的厂商 所以在印度这个地方 反而台厂比中系厂商来的有利 虽然大家都不是普通 但是印度相对于中国业者跟台厂来讲 是对台厂相对友善很多 大概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据点就是北美 北美当然美国是有 当然美国因为人工很贵 所以大部分的生产 所谓北美 设在美国本土的油 但是不多 那现在目前是在墨西哥 对那边也都是以台厂为主 那边东西业者去的比较少 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 本来那个墨西哥的生产 它本来就是供应美国所需 所以美国的客户会比较 对于中系的供应链有所保留 我讲的不是像苹果这种 我想比如说像伺服器 像这种网通的产品 他们希望还是维持比较高比例的 非中系的业者的供应 当然你说领土界不可能完全免定 但是在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做整个的主机板 或者是说其中的主张这些 他会希望是非中系的业者 来供应美国的本土 对啊 因为它离美国还是比较近 对对对 所以墨西哥台厂也去了很多 但台厂其实去墨西哥已经很多年了 过去是以做电视为主了 就是因为电视很大 所以有一些比如说Sony 他在墨西哥本来就有工厂 那后来Sony自己不想管工厂 他就说比如说谁谁谁 也要是台式的代工厂 你来接我这个工厂 那我就保证未来几年单 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类似这样子 台厂就从那时候开始 在墨西哥有一些据点 从做电视 然后后来他们的伺服器 网通的产品 有一些也都在墨西哥 那最近几年是做电动车相关的 会设在墨西哥这边 那这边也是对于台厂比较有利 对啊 因为墨西哥究竟就可以供应 这个美国的一个需求嘛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中美贸易大战 其实也没有和解的一个 对对对对 他们已经已经很多事情 已经不只是贸易战了 是应该说两国全面性的战略性的 他们是竞争对手了 而不是以前美国把中国当工厂 就美国希望 当然说因为这波通膨的关系 短期之内 他们可能会减一些 从中国进来 当时川普时代有设关税的产品 他把关税降载 或者是把他减免掉 但是只是为了压通膨而已 当期来讲 他其实是鼓励 他的自己美国的厂商 或者是全世界的厂商 把更多的产能从中国移出来 就是美国的 美国就觉得说 他如果供应链 不管不见得是电子产品 比如说他的医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能源 太阳能面板 很多都中国做 对他来讲 这个是等于会被人家掐出脖子 不出口给你 你就没办法做 懂了懂了 好 这就看到我们苹果 未来转移阵地的几个方向了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Digi Times的研究经理 林俊极跟大家做这么清楚的一个分享了 谢谢经理 好 谢谢 谢谢 好